一名男子走進營樓 開口就說要看金戒指 還站在櫃台前好久 疑似想降低戒心 不斷挑不同款式出來看看 接著居然趁老闆轉身時 偷走其中一隻金戒指就跑 期限被害店家還沒發現 想說客人怎麼都不回來 清點後才驚訣嚴重了 戒指被偷走 這時嫌犯早就跑到對面去 開車逃逸 警方接貨報案 立刻調閱監視器 以車追人在血碎中內 攔截到嫌犯 事情發生在30號 早上10點多 宜蘭羅東的陰樓 被害店家表示 對方洋裝要買戒指 整個過程都很正常 自己也很熱情招待 拿出不同款式 讓人挑選 卻沒想到中招了 自己轉身 對方喊了一聲 要去領錢偷了就跑 大約一小時後 陽性犯險開車逃逸 當場在最早內被抓 當天的11時50分 在國道5號 北上26.7公里處 然後陽性犯險急作案的車輛 全案將一刑法切到罪 來疑情地檢署偵辦 調組調查證明陽性男子 疑似是貫切 只因為缺錢花用 居然就從台中開車到宜蘭犯案 偷走價值約2萬多元的禁戒指 原想逃離後再換縣市變賣 警方速度快 還沒離開宜蘭就落網 TVBS新聞檢大全核客延 宜蘭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